無雞不食宴 今天跟大家做一個簡單易做的客家鹹雞 雞的話 首選就是線雞 用火槍淡淡 放三大羹鹽 一定要用鹽水浸十幾分鐘 鹽水的話可以去乾淨它的腥味 還有血水 鹽味就可以很均勻地浸十五分鐘 美食又從沙窩開始 趁著這個時間我們炒一下鹽 鹽的話我們選擇了一些海鹽 海鹽粗粒一點 沒那麼容易溶 加兩片薑 兩片香葉 聞起來的話 有一點微微的薑香和香葉的香味 拿出來備用 千萬不要濕身去蒸雞 一定要吊乾水 蒸出來的雞才會很爽滑 差不多夠乾了 我就放蔥 放三四分的薑 開始蒸雞了 放薑在旁邊 一定要水滾蒸雞 大火15分鐘 轉中小火15分鐘就可以了 LATER 夠了 試試熟不熟 切一下就知道了 上來之後 我就把整隻雞幫它按摩一下 用粗鹽擦個全身 肚子都要擦的 為甚麼要趁熱呢 手熱熱地 鹽才會溶 常溫的地方就要有風扇 把它吹一吹冷 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LATER 好了 這隻雞就醃了四五個小時了 先乾淨它先 幫它洗個白白 放在雪櫃那裏 越鹹越香 放進去蒸蒸它 蒸十分八分鐘就可以了 平時的話 吃多少就斬多少 俠加鹹雞就這麼簡單就做好了 夾一塊 點點湯來吃 鹹香鹹香 似甲流香 讓你匯味無窮